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至乎通的環球直擊 到九月份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究竟央行加息的幅度多少 不同的央行已經意識了 我當然重頭戲 大家在等待未來的美戀柱 但已經公佈了意識結果 會不會對市場有啟舌的作用呢 就要跟專家談談 Aaron早安 是 早安Apple 上星期我看著是加拿大央行和整個澳洲央行 加息的幅度都叫狠 不過狠得來就叫符合市場預期 但有沒有將央行行內的標準進一步提高呢 我想暫時來說市場都算是正面的 雖然一邊其實就覺得有個風險在 但起碼我想歐洲央行的表態其實都算是清楚 因為大家看到歐洲面對的問題 就是通脹很高 但是經濟增長又比較慢 加上就有個冬天即將來臨 有個能源危機在這裡 所以歐洲央行究竟怎樣應對呢 其實是一個兩難的局面 就是說如果你想兩全其美如雨紅掌 都是要兼得的話 其實是很難的 起碼歐洲央行 我想現在給到市場的感覺 就是取捨了 就是寧願繼續加息 但是犧牲一個短期經濟增長 基本上這個處理的方法 跟聯儲局其實都是差不多 即是說兩大目標之下 可能就要先壓通脹下來 但是當然了 你的表達方法 或者態度上面 大家可能有些用修詞的技巧 修飾一些語言藝術的話 那會有一點點不同 但起碼對歐洲央行來說 我想首先它是加息比較遲 但是今次的75點置 我想對市場來說 就不算很意外 但是反而接下來的看法 我想就比較關注一點 起碼歐洲央學行長 拉加德現在說得很清楚了 就是接下來都繼續是要加息 可能下一次 都仍然是加75點置機會是大的 就算是會觸發衰退 因為它都預示了第四季 或者明年第一季 應該整個經濟增長會停頓了下來 我想對市場來說 亦都見到 它接下來的加息步伐 下次可能是75點置 它會接下來幾次都繼續加息 但是就不多於5次 即是說 接下來可能你預計還有5次的加息機會 但是中間我想 為什麼市場算是比較正面一點呢 首先我想 聯儲局9月底 即是叫做加息之後 再下一次議息會其實是去到11月份 但是歐洲央行在10月份都有一個議息會 所以中間有少少機會 息差是可以收窄 因為中間一個多月 可能歐洲就加了75點置 即是說息差是會收窄 所以這一點我想大家也同時間 Pricing 聯儲局在11月份 應該就不會那麼激進了 可能將加息步伐去一些常態 例如說加半厘 或者甚至是四分一厘 變成對息差的預期可能是有少少改變 因為你 當然這個其實 事實上 美金仍然是比歐洲高息的 但是可能是有一個先後次序 有一個搖搖板的一個概念 人家遲遲加息的 現在要追回來 你已經加早了的話 現在開始放慢了 所以息差是有少少收窄 我想這一點也是市場關注 你說整個整體大小有沒有改變 我想大家對歐洲都不是很有信心 但是起碼看到他想壓通脹 都嘗試用他的方法去控制通脹 按下來 而又不需要大手加息 例如說他起碼在能源的價格上 可能做一些功夫 第二件事就是 因為你說得比較鷹派一些 在匯價上 可能就稍微會篡定 甚至有些輕微的技術反彈 因為一個匯價 如果你由年初到現在 貶值了超過一成 大概一成三一成五之間 其實對入口通脹都是一個很大的拖累 你會刺激到入口通脹 所以你想通脹下來的話 你就針對電價 針對能源價格 亦都同時間令到歐元 如果可以回升多少 其實都可以舒緩入口通脹 所以這一點 我想現在就是 歐洲銀行說得比較鷹派的原因 還有我想另一個要關注的 就是縮表 他有提到在開始研究一下縮表 這一個我想在歐洲央行來說 暫時是第一次聽到 他有提這個時間表 所以我想市場都有一點反應 聽Aaron所說 如果立場救鷹 有機會令到匯率方面有些提增 加拿大是否算是鷹派當中的一個表表者 他們之前已經率先很大幅加受一力 而且他們好像很快就已經達陣了 就是很快去到大家都想的目標的三厘水平 會不會特別對他還有幫助呢 這個要看油價的表現 因爲息口上面 其實我想大家現在開始 都是之前加得少的 現在追加回 之前加得多的 其實加拿大方面 大家也覺得他有機會繼續加息 但是速度也都好像聯儲局一樣 會稍微放慢一點 不要期望下一次又有另一次的一厘式的加息幅度 所以變成大家覺得可以加回半厘左右 但是我想跟歐洲最大的不同就是 他的經濟條件相對好一點 他可以承受到一個這麼大幅度的加息 所以大家對他有些期望 所以接下來如果那個息口 大家暫時停一停 就是這麼多間央行都開始停一停下來 大家沒有說息差哪個快哪個慢的時候 可能就是油價成為一個近來比較關注的議題 因爲一來就有減產 另一方面大家又擔心經濟衰退 油價的走勢 我想就成為加置一個比較關鍵的一個事件 好 接下來我們繼續觀望一下就是那些央行 究竟會不會將加息就是75個點子 就成為了一個新常態 到時再請Aaron幫我們看看 就是匯市和金融市場當中的發展 你現在在看智庫財經的YouTube Channel 記住訂閱了我們的Channel之後 按下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和最新的Video 大家就會看到的了 我們還有一個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記住都要支持一下